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冬天的时候 东北季风一增强的话呢 这北部海岸线的风跟浪的部分 都是比较偏大的 尤其像外海的鹏家雨 鹏家雨距离我们基隆呢 大约在60公里外的外海 那鹏家雨岛上有灯塔 还有包含了有一个气象车后站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有些钓鱼的朋友 在冬天的时候这东北季风一增强的时候呢 您在海边钓鱼可要万万注意到安全了 接着呢当然来看看户外天气了 今天的东北风的强度部分来说呢 其实冷空气强度开始减弱 从哪里看 从温度来看一下 先注意到北部的气温 现在是在13度 到了中部地区在14 南部地区在16 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清晨的温度在嘉义最低 也是只有在9度 但是今天的清晨 因为有些云层的关系 所以呢辐射冷却的量 相对的就减少了 另外一个就是冷空气减少 但是北部的朋友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只有云层 今天反而在台北跟桃园 还有基隆地区 到有点点短暂雨了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呢 在于说 华南云带冬移的关系 这冬移呢 还有包含的就是在 马祖地区也受到 华南云带的影响 而外岛呢 到了澎湖 现在17度 早晚的天气还是偏凉一些 有点冷 但是中午的温度状况来说呢 中南部的朋友 你会发现到 比昨天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早出晚归 仍然要注意保暖 就来看看 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 我们注意到这一大片的云层 这就是华南整个云带了 在大陆地区的整片云带 水气量来说 正在逐渐的 东移的过程当中呢 在今天白天 云层会影响到的是 在桃园以北的朋友 你会发现到 云层量偏多 而且有些降雨的状况 那中部地区 现在虽然有些云层 但不会下雨 倒是 在高山的部分 有起雾的状况哦 你如果今天要 前往高山旅游的朋友 行车方面在山区会起雾 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了 那这些云层的影响之下呢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呢 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北部的天气还是偏凉 中南部 只要中午阳光 都有露脸的话呢 温度状况来说 会比昨天 还要再暖和一点 那当然 冷空气的强度部分 也都因为减弱的关系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 地面天气图 看高压的位置了 高气压的势力 正在逐渐的东移 微弱的冷高压了 因为最主要呢 整个冷空气的强度 已经开始减弱了 最强的时刻 就是在跨年夜晚上的时候 到元旦的时候 温度最低 昨天的温度就开始上升 今天白天 随着冷空气的强度 在减弱 温度还会再上升一些 倒是在中部以北 云层量会碰到 华南云带的影响之下 相对的云量 会偏多一点了 今天有点 零星短暂雨在北部 明天的雨就要减少了 那明天温度还会再升 星期三温度升 但是星期四的时候 华南地区有一道封面 开始要接近了 星期四接近的封面 降雨的状况来说 在北部地区有 中南部地区倒是不会下雨 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雨的部分来说要减少 但是星期五清晨 受到北方的冷气团影响 温度还是偏冷 到了星期六 温度上升 我们注意到 这个礼拜没寒流了 因为最主要 上个礼拜 在西伯利亚的冷空气 整个释放之后 这冷空气的堆积 还要花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礼拜的 冷的强度来说 没有那么冷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了 先注意到天气 北部地区云量多 在桃园以北会有下雨的机会 所以提醒你 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但是晚上的温度 还是早晚比较偏冷一些 中午快接近20度 到了中部地区 就有在21度到22度了 阳光会露脸 早晚天气偏凉 日夜温差大 南部地区要注意的是 中午舒适的天气 但是早出晚归的朋友 骑车还是要注意保暖 那东半部地区主要在东北角 还有宜兰地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花莲台东是云层量比较偏多 今天可是星期一 我们就来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明天后天的温度状况来说 一天比一天要上升 早晚的天气偏凉 东北角倒是有点零星短暂雨 到了星期四的时候呢 早上开始哦 随着封面的接近 北部要转下雨了 星期五还是有雨的天气 星期四到星期五是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那温度状况来说 在中南部是天气晴朗 日夜温差大 到了礼拜六呢 温度又要开始上升了 倒是在北部海岸线 东北角一点点降雨的机会 中南部还蛮适合旅游的哦 南部可是到了26度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再来有变化 时间点会在星期四的早上 小丁您给您个提醒了 早晚天气偏凉 中午的天气中南部偏暖 提醒您早出晚归 注意保暖 现场交还给熟分 好 再次